poziom Hello大家好我們是木工會 今天我們給大家帶來一種新的項目 在我們看這個項目有很大的權力 這個項目叫做OPEN BLOCKS 在開始之前,我們想跟各位小夥伴說我們社團現在有在舉行抽獎活動 我們將抽出6名得獎者,每位的獎品是20USDT 想要參加這個活動只需要完成以下步驟 訂閱我們的頻道,加入項目discord群 加入我們的電報群,在我們臉書社團留下自己的discord和電報ID 我們會在下方留上以上的連結 具體的抽獎細節會在我們的電報群上公佈 好了,回到正題 OpenBlocks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平台 讓每一個擁有NFT的人不僅可以玩一種遊戲模式 而是可以選擇他們所擁有的所有玩法 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他的遊戲的介紹短片 A start of the game YouTube Blocks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ROBLOX PVE模式,現在它的VEDA版本也剛好上線 這邊也有一段ROBLOX的玩法介紹短片,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模式是屬於卡牌回合制模式,用我們的NFT組成的隊伍對戰AI 每個回合能扔出卡牌,回合開始也可以抽到新的卡牌 用法是將要用的卡拖到NFT上,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卡是有群體治療功能 每張卡的傷害也都不一樣,所以合理運用它們將是勝利的關鍵 但是如果單單是這樣子,並不會讓我們覺得這個模式有什麼特殊 畢竟不管是手遊還是端遊都有太多太多關於卡牌類的遊戲 甚至連練郵中也有不少卡牌回合制遊戲,像是AXIE 那麼有什麼讓我們覺得OPEN BLOX這個模式是很特別的呢? 主要原因是我們可以在這個模式中邊戰鬥邊探索OPEN BLOX的世界 解鎖新的地圖、蒐集種子、材料等物品 所以這讓我們不單單覺得它只是對戰AI 而是讓我們能夠有探索新世界的樂趣、蒐集物品的快感、突破難關的成就感等 說到蒐集物品,這邊剛好跟LAMBLOX模式有關聯 LAMBLOX是適合喜歡玩休閒類遊戲的玩家 雖然目前還屬於開發階段 但根據介紹,這個模式將屬於農場類型 可以跟種、採集、探索、掠奪等 在LAMBLOX中,玩家可以跟種自己的土地 搏下在ROBLOX中通過戰鬥贏得的種子 這些種子在成長之後的果實是能夠在市場中出售的 或者用於恢復在ActionBLOX跟ROBLOX中消耗的體力 也就是說,這些遊戲都是被設計連接在一起的 從而創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如果喜歡玩MMORPG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的玩家 也可以選擇OPENBLOX的第三種玩法ActionBLOX 可以跟工會的小夥伴、朋友或是在遊戲認識的新朋友 一起組隊並肩作戰 試問有誰能夠拒絕可以跟朋友一起玩遊戲一起賺錢的模式呢? 聊完遊戲模式,現在我們來看一下OPENBLOX的NFT 目前已發布有三個GENESIS NFT 已出現的種族有機械、花和魚 GENESIS將有六個不同的種族 每個種族數量為1333 總數量為7998 這些創世紀NFT與未來所推出的NFT相比會具有很大的優勢 最突出的優勢是給予持有GENESIS NFT的玩家 能從培育系統中獲得部分的收入 也就是這邊所說的hold and grow to earn 怎麼說呢? 我們在做繁殖的時候都會需要支付佣金 那麼就在這邊 這些所支付的佣金的20%將分配給持有GENESIS NFT的玩家 其餘的80%將加入獎勵池 主要是為了讓遊戲代幣能夠保持穩定的價格 並免市場的巨大波動 另外一方面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識的事情 僅僅通過持有GENESIS BLOCKS 你就可以獲得最少16%的繁殖佣金的穩定收入 注意是最少16%的穩定收入 至於剩下的4%的佣金 是分配跟用GENESIS NFT所繁殖出來的家族有關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這張圖比較容易理解 每個BLOCKS都是唯一的 是由256位代碼組成 16個16位 BLOCKS的血緣和家族是由NFT智能合約中的256位代碼決定的 每個GENESIS BLOCKS都是存血的 因為他們都有唯一一組的256位代碼 他們的後代將獲得一個混合的256位代碼 這個代碼是從他們的父母中隨機選擇 就像圖片這樣子 換句話說 GENESIS BLOCKS所繁殖出來的孩子都會具有上一代的代碼 只要擁有GENESIS BLOCKS的代碼 就能獲得那2%或者4%的獎勵 這些GENESIS BLOCKS可以從OPENSEA獲得 OPENSEA是NFT買賣的一個平台 好了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久之後我們還會上傳另外一集 因為這個項目實在是太有趣 而且有太多內容可以講 下期我們將討論項目的路線圖 遊戲的經濟和開發整的內容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忙點個讚 為了不要錯過任何更新 記得點擊關注和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下期再見 請問一個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